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对付入侵者鼻涕虫 可以说鼻涕虫是我们后院种植的第一大害虫 它有一千多个牙齿 所以说我们种植的蔬菜,菜叶 它可以很快地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菜叶咬得千疮百孔 我们刚刚摘下的幼苗,它拦腰给你咬断 这个步数之客非常令人讨厌 真想彻底把它们赶走 那么我们要除掉它 我们首先必须知己知彼 要了解这个家伙 它到底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生活习性 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对付它 鼻涕虫的第一大生活习性就是 游水,特别是在夜间游水 往往我们可以看到下过雨以后 或者浇过水以后 然后它们都如鱼夺水 都出来了,出动了 那么下雨我们没法控制 但是浇水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最好是在凌晨的时候浇水 凌晨的时候浇水的时候呢 很快地这个太阳出来了 白天太阳出来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地面晒干 如果是傍晚或者是夜间浇水的话 这样就给它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因为鼻涕虫在夜间 湿润的环境下 警动或者是交配 这样我们适当地在夜间保持地面干燥 这样就使得鼻涕虫感觉到不舒服 非酒流之地 鼻涕虫有比较灵敏的嗅觉和视觉 鼻涕虫不喜欢咖啡渣的味道 太强,太酸,它会头晕的 你看看我摄入它一点咖啡渣 它扭头就走 那么鸡蛋皮太sharp 就是太尖锐,它的身体会受伤的 所以它也扭头就走 所以我们可以在要保护的幼苗周围 撒上一些咖啡渣或者是鸡蛋皮 这样有驱赶的作用 另外就是在你要保护的食物的周围 种一些鼻涕虫 鼻涕虫喜欢吃的菜 这样的话鼻涕虫就吃那些菜就是了 就不要来破坏和吃要保护的植物 比如说我在这个豆角的旁边 种了一些白菜 这样的话白菜鼻涕虫喜欢吃 然后就这些菜是为它们准备的 所以它们可以包餐了 就不来破坏你要保护的食物了 鼻涕虫喜欢隐藏在树叶下面 或者是其他的可以覆盖它的身体的东西底下 这样的话你把这个蔬菜旁边的这些树叶都吹走 都清理掉 这样的话鼻涕虫无常生之地遮掩物 这样的话它就不喜欢在这儿生存 所以它就可以离开 就是把它的家园给清除掉了 那么鼻涕虫呢 最大特点是嘴馋 它不但喜欢吃菜还喜欢喝啤酒 所以呢 我们就用幼儿去让它喝个够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地下 好生事后 免费啤酒来了 快来喝吧 第二天一看 还真有嘴馋的 不过也值了 享受死的 再一个办法就是给鼻涕虫建个宫殿 我们用葡萄柚切了一半以后 挖掉芯儿以后 然后我们放在那儿 第二天一看 哇 它这里边还真是有爬进去的 好好地睡吧 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就是求助于鼻涕虫的天敌鸟 让它们来帮我们一把把 欢迎你 欢迎你 所以当你看到鸟正在繁忙地在工作的时候 尽量地不要去打搅 让它们好好地干 免费地干 饱餐一顿 哈哈哈哈 哎呀 鼻涕虫 可怜的鼻涕虫 最后就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夜间 他饿了一天 准备出来吃饭的 吃东西的时候 都爬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拿着灯 出来 捉虫 然后把捉到的虫以后 放进塑料袋 然后把它扔到垃圾桶里边去 走吧 该死的入侵者 鼻涕虫 我们不欢迎你 另外我们这个频道 有好几个有关灭虫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留言 或者是说明部分的连结 观看灭虫视频 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 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收藏